歡迎收看 小明星 可是要特別的提醒大家 也有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就是突然間有一個 五十多歲的一個男生 然後長了斑 那他自以為是曬斑或老人斑 那反正就是斑嘛 男生也不太去在乎斑長在哪裡 那他就像那種 凸起來的黑黑的那種嗎 然後其實你如果突然間長了斑 你一定要去看醫生 這我們一定強調 不明的斑 或是你覺得不明的痣 對 這些痣的病變 它可能有這個概念 痣的病變我們要去找醫生 可是出現的斑 他就覺得OK的 結果後來沒多久 他的太太就跟他講說 你去看一下醫生嘛 這樣也不好看 他只是因為不好看而去看醫生 沒想到醫生一看 那個形狀整個是不對的 就一切片 就是個皮膚癌 還好 還好老婆有提醒 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的斑 剛才趙醫師也提到說 斑有很多種 像一開始的旱斑是屬於 疾病的斑 我們之後講的老人斑 乾斑 雀斑這種 它其實是屬於比較體質性的 所以如果屬於體質性的這些斑斑點點 沒有去處理的話 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嗎 是 一般來講 所有的斑 大概來講 只要是斑 美觀上的斑 大概都是良性的 病變機會並不大 不過剛才我們現在就說 有些斑 像比如說老人斑 這比較老化型的斑就要小心 比如我們這個病人他老人斑 我們最怕就是說 像我們這塊比較大塊 對 它那個很大 像這比較大塊這一個點呢 那我們注意就是怕說有皮膚癌的形成 因為有時候眼睛看可能不太能夠去判斷 因為我們這個 像皮膚癌的前期我們叫做光腳化 光腳化是皮膚癌的前期 我們知道皮膚癌分三個是基底細胞癌 扁平細胞癌加黑色素瘤 很多大概我們中國人來講 大概都是基底細胞癌比較多 假使它有潰爛 或者說色素變化很快 那你可能要考慮黑色素瘤 這些東西 所以說假使你這個斑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 這些老人家長輩的話 這斑你感覺它開始會癢 甚至開始會有脫皮 甚至有些迷難 而且越長越快的時候 甚至顏色 顏色不均 那你可能要趕快去找醫師 做個切片 你會是短時間 你會發現它的變化一定要注意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健康問診室 我們來看看 來問我們的問題是一位張太太 她說她懷孕六個月 臉上跟身上開始出現一些斑斑點點 請問這些斑點 會遺傳給她的寶寶嗎 想得很早 然後這個斑點生產完之後 會自動的消失或淡化嗎 她現在需要做什麼樣的治療嗎 顯然這是個愛漂亮的新手媽媽 那有什麼建議呢 是 懷孕的婦女家說 在臉上或身體都有斑的話 在臉上可能是一個孕斑 孕斑跟荷爾蒙的產生是有相關性的 可是她身上也有的話 有時候是一些叫脂漏性狡化症 或者咖啡色的一個現象 有些生完產之後 她臉上斑會慢慢淡化掉 那身上的一些假使這些咖啡色的斑 那生完產之後可能要淡化劑也不大 它就植肉性狡化症會越來越多 這跟體質有關係 但基本上這些都是不會遺傳給下一代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它也應該不適合在現在懷孕的當下去做任何的處理吧 是 我覺得就是懷孕的過程 你就盡量是身體健康就好 那假使有一些皮膚或是美觀上的問題的話 等生完產之後呢 也不要急的馬上去做 只要等個三個月到半年之後 有些它的皮膚的問題自然會慢慢的改善 會比較正常的 然後有些是 還有就是說有時候呢 因為挺個大褲子 越來越打六個月以後 你就會發現衣服要穿起來 而且會越來越熱 所以你就穿越來越就是很單薄 因為很熱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什麼 要給它防曬 板菜也要防曬一下 但這個去倒個垃圾 你還是要給它防曬一下 因為你就發現說 在這個時間 如果說因為我們荷爾蒙的關係影響到 然後又 加紫外線 你又跑去什麼哪個地方 海邊 曬太陽 那個班就很難退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生活作息 對 總而言之生活作息 然後預防紫外線做好 自己多吃蔬果 生活的習慣 建立很重要 恭喜這一位來自於新北市的28歲 張太太即將當媽媽的新手媽媽 你可以獲得 由台式文化公司 所製證的健康書籍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寫信到我們節目 我們會請專家在節目中 為您親自解答 非常謝謝四位專家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也謝謝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